我特别喜欢这个确认过眼神 你是追火车的人 帮新北市路跑活动打广告 新北市长侯友宜秀出活动毛巾 不过现在确认的不只是眼神 还有侯市府新一波的小内阁名单 像是新任原住民族行政局长 侯友宜就选中泰雅族的习顾雅外林伟倩 您好 我是习顾雅外 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年仅三十二岁的习顾雅外 曾任全民台记者主播 也是现任华视新闻杂志主持人 媒体出身侯友宜对他的期望也很高 除了报导了解问题以外 我更希望借着他充满着热情 为袁志明愿意做事的态度 把问题发掘出来就要面临 怎么去解决问题 注入年轻活力 侯友宜也期盼能有更多局处资源合作 至于现任原民局长罗美金则表示 自己阶段性任务告一段落 则会回到公务体系持续服务 所以我想政策是延续 当然还会有我们的新任局长 还会有他新的创建 也会未来可能会在新北市 再做更多的推动 罗美金讲的政策就是召开文化会议 天使基金等等 不过新人新气象未来政策发展 备受关注 而除了新北市原民局长异动 桃圆市因政党轮替 新任原民局长由议员陈兹林接手 台中市的原民会主委 现任的林一路因健康因素 任满不续任 由主任秘书杨欣怡代理 高雄台南的原民会 目前尚未传出人事变动 至于台北市近期也会公布 原民会主委人选 六都原民事务首长逐一揭晓 就等25号就职后 持续关注未来的执政表现 原期新闻 阿拉斯一顾罗欧 新北板桥采访报导 总部